高雄早晚 天上是出現一個很大 天天真白天的氫 就連瓶洞也看得到 有很多民眾是冠軍嬉傷 高雄起雙症就說 今天天氣是跟漲了差不多 那晚有機會 可以再一次看到完美的氫 因為的白天口下過路到地北山 疑似買到六點外 高雄天上出現一個很大的彩氫 是接近完美的白天口 甚至看彩氫外圍還有霓虹 連瓶洞都看得到 民眾看到冠軍將頭前的金石吸收下來 來台北以為香港 UK也感覺很幸運 很清奇 很漂亮 比較少會看得到彩虹 高雄起雙站表示 降山在美空氣裡面的水器 會出現折射 反射之後再再折射處 就會出現彩氫 另外降山在水器裡面 進行兩座的反射 就會變成蝴蜂 會出現這樣的金石 主要是因為 二時中途過後 豬水從山區開始退流了 雨水從山區開始降雨 對流降雨 有震雨 有雷震雨 開始降雨之後 在四點之後 開始影響到我們的平地 所以大概四五六點的時候 其實平地的上空 也都是布滿了這一些小水滴 起床人標示高雄二五的 寶寶一樣會有救報 台時尊號 山區有救報的大雨 天氣到前一天差不多 所以如果是空氣中的水氣 可以補免 就有機會再一次看到彩虹 記者彈簧有靠正前高雄報的